哼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炮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阿炮要來跟大家介紹新五國 也就是五國的進階版 這個陣容我覺得比較適合 中課以下玩家使用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那麼廢話不多說 鑽片開始 let go 首先呢大家先看一下左邊 這邊新增了一組序號 欸這序號還蠻不錯的喔 給三個高級招募令欸 好再來呢就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新武國要怎麼樣玩比較好 在衛國武將選角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張療是最好最好的 因為他可以升到13星 絕對沒有問題 那再來呢可能有一些就是無課玩家 要弄到張療真的算蠻難的 那你可以選擇下猴敦 那如果你是一些就是小課啊 或者說有課金程度還不錯的呢 那我覺得你下猴敦頂多就是升到9星10星 然後來搞張療 想辦法把張療給搞出來 那張療最重要的兵法就是武力還有霧連 那阿炮之後11星就會開始學武力 他這兩個為什麼最重要呢 因為他的技能是有牽制技能 所以他霧連就會很重要 例如說他有機會放兩次 那就可以增加混亂道的機會 再來就是他的第一招可以偷攻擊 有時候你第一下打 然後那個人就死掉了 那如果這時候觸發霧連呢 你就可以去吸另外一隻 那在接下來龍魂的選擇呢 你可以選擇敏捷 那敏捷的好處就是說 他去打架的時候會比較強 因為如果你先出手先吸 那別人後出手的話 那他的攻擊就少了20% 那如果你速度比人家慢 別人先打完你才吸 那他就等於說他這一回合動 動手的時候 他是沒有被降到攻擊 那帶敏捷的缺點呢 就是打BOSS的時候比較沒什麼用 如果你帶暴擊的話 那你就可以提升你對打BOSS的傷害 那我再跟大家整理一下 最重要的呢 就是霧連 再來是武力 那再來 攻擊力輸出的部分呢 就是暴擊 破甲 暴傷 那像敏捷 還有吸血 這兩個就偏向打PK了 這兩個PK就蠻好用 但是打BOSS就比較沒什麼用 那夏侯敦的部分呢 基本上也是跟張寮的兵法差不多 寶物的部分呢 是比較推薦穿怒翼套 之後呢可以慢慢靠碎片去把他買出來 買一套出來 那他炮現在是先穿一些垃圾裝 先過渡 好再來帶大家看蜀國的部分 蜀國就唯一支持關羽了 這隻是必備的 不管怎麼樣 也還是要想辦法把關羽給弄出來 那如果你有關羽死心跟張寮死心的話 建議是先把所有的資源都投資在張寮身上 那關羽最重要的兵法呢 也是武力 還有物連 那他的龍魂配置呢 基本上都是跟張寮都是差不多 寶物的部分呢 也是建議穿怒翼套 再來呢就是諸葛亮 這邊我們蜀國是擺了兩隻 因為諸葛亮跟關羽在前中期 真的都很好用 可以一直用到後期也都沒問題 那諸葛亮OP的地方呢 我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那如果沒有看過的朋友呢 可以去前面看一下 那我就不在這邊贅述了 兵法的部分呢 阿炮最推薦學的是閃避跟衣術 因為通常諸葛亮在這一個陣容裡面 都是當一個坦的位置 那其他還有不錯推薦的兵法就是 法連 敏捷 再來 一些加物理防禦的 金剛 這種都不錯 金剛是加減傷 因為每個人幾乎都會帶物連法連 這個都蠻常看到的 鐵壁的話就是加物防 啊對了 還有個不錯的技能 他也可以帶守護 不過守護給神諸葛學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因為他的奶量非常的驚人 所以他寶物的部分呢 就是穿一個叫做回春的 好再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吾國的部分 吾國阿炮最推薦練的就是陸迅了 這隻角色真的是 在現階段真的很噁心 那如果有些人說 啊我很非洲都抽不到 沒關係 陸迅基本上 你只要五星 他就可以丟上來了 因為呢我們最主要的 感謝訂閱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他的破敵先機 降敵方所有武將8%的速度 持續兩個回合 這樣我們在第1回合跟第2回合 就有很高的機率可以搶到先手權 再來呢 等到第2回合 如果他還沒死啊 你又把他練高一點 他不會死的話 他有丟出這一招 就有很高機會可以冰凍敵方很多隻武將 冰凍之後呢 那等於什麼 那第3回合又是你先手 那陸迅的冰法選擇 通常就是學敏捷 然後龍魂呢 盡量也是給他帶加速度的 那我這邊是給他帶一個 高級驅散也還蠻不錯用 如果啊 你的陸迅的速度 撐得比敵方還快的話 那等於說 哇靠第2回合 他直接冰起來 對方連打都不用打 在寶物的部分呢 我是比較推薦 讓他穿一些 你要給他穿路易套 我是覺得不太好 給他穿一個反傷套 讓他到前面去送頭 也是蠻不錯的 畢竟他減完速基本上 就只剩第3招有用 那陸迅的部分呢 我是比較推薦練到 10星就好 畢竟呢 到後期大家都玩極限角 這減速的功用 就會越來越沒有用 再來還有一隻前中期 蠻好用的就是 其實甘寧的技能組都還蠻強的 基本上呢 他也是可以跟呂布並駕齊驅的 可是為什麼到中後期會比較無力呢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大家都會練一隻屬竹 然後都是閃避很高 那甘寧呢 又只能打前排 沒辦法打後排 就變成說 他常常就是 一直打屬竹 然後一直被閃避 只要被閃避一個一兩次 都是超級超級虧 可能就會直接被越戰 所以呢 甘寧呢 我是比較建議練到10星就好 再來大小喬也是蠻不錯的過渡角 只是說都不建議升到11星以上 最多最多就10星 因為他們的速度太慢了 像小喬他是主要以 BUFF為主的一隻輔助 那如果他沒辦法在隊伍的第一速出手 他這些BUFF的效果就直接大打折扣 所以不是很優 再來呢 大喬的部分 其實大喬我覺得可能還比小喬好一點 只是說呢 他這個解狀態也是在第二招 再加上他的速度都又慢 所以呢 別人第二回合是很關鍵的回合 別人技能都打完了 什麼都打完了 結果你最後才在解一個負面狀態 我覺得是比較沒什麼用 如果他這個解負面狀態呢 是在第一招的話 我覺得就會強很多 他們最最最最主要的痛點 都是一個而已 就是速度不夠 如果今天速度夠的話 他們兩個搞不好都還可以繼續往上升 升到11星12星13星都沒問題 好再來帶大家看一下神陣營的部分 那在神陣營部分的話 我覺得神諸葛是最好的 不過啊 對於平民來說 神諸葛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 那就看自己 抽卡的狀況 如果神諸葛抽蠻多的話 肯定是練神諸葛真的沒有話說 一開始阿炮是打算練神趙雲啦 可是後面呢 卻抽了蠻多神諸起來了 真的還蠻幸運的 所以現在呢阿炮是想要改練神諸葛 那神諸葛呢 無庸置疑 他就是一個T0的角色 到後期幾乎是人手必備一隻 神諸葛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的第三招 保險罩 這一招軍攤真的太OP了 這樣可以直接讓很多那種刺客陣直接都 爆炸 因為在這個遊戲中 趕快擊殺掉敵方一隻單位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套下去呢 基本上別人要把你一隻秒掉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對於神諸葛來說他的速度就非常重要 你總不能說別人都打完了才套 所以他的兵法呢一定要去學敏捷 然後第二個兵法呢就學神機 因為他的第一招可以解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他是在隊伍的醫術 如果別人有個群控 把你隊伍全暈了 那你之後呢靠神機有機率可以把他解掉之後呢 你再幫隊伍套這一招 哇等於說整個隊伍都不怕控場 再來比較推薦的兵法 大致上跟諸葛還蠻相像的 例如說學個閃避也不錯啊 學個金剛鐵避都不錯 他主要也是一個坦位 那在寶物的部分呢 我比較推薦穿反傷套 好再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比較神趙雲的部分 神趙雲這隻就平民神角啊 如果你沒有神諸葛就一定是練神趙雲 神趙雲也是一個坦位 那他 最重要的技能就是 嗜血 還有武力 再來就是暴擊 因為他的暴傷加的蠻多的 雖然說神趙雲是一個坦位 但是兵法還是 不太推薦去學一些 防禦類型的 例如說像是 金剛跟鐵壁 我就比較不推薦 那他不夠坦的話 主要就是看你的輸出 這隻角色因為你有帶吸血 所以輸出越高 就代表說 你就越坦 那我們之前影片有提到說 在陸服 現階段 就是台服這個現階段 還蠻多人玩極限神趙的 因為11星 10星到12星 是神趙最強的時候 你們自己有去打那個 赤壁神陣營的時候 應該就有遇過很強的神趙雲 有時候他用一隻就可以滅掉你整隊了 好 再來 魔的部分呢 通常就是有魔關羽可以選了 魔的部分其他都還不太推薦 其中呢 呂布現在還蠻強的 可是以後就是 遇到屬諸葛閃避撐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開始慢慢感覺到呂布的無力 不過呂布拿去打boss還是蠻強的喔 那如果你沒有魔關羽 你也可以用魔呂布先過渡 不然就是說你可以用魔動作 魔董卓有配上陸訓這個減速 如果魔董卓一開始就有沉默到人 哇那他也是很強的 甚至搞不好比魔關還要強 那其中呢 魔點尾也是一隻不錯的角色 只是呢 他強是強在他的群控 有機會 暈眩很多人 可是呢 這樣子你打boss 就會比較弱勢 那魔關羽 最好的寶物 就是穿怒翼了 魔關羽穿怒翼真的超強的 再來呢他的兵法最推薦學的也是武力跟物聯 其中呢 挑釁也是很不錯的 但是大家要清楚一點 魔關羽是比較偏向輔助類型的 所以在這一個陣容當中呢 最主力的輸出 就是關羽跟張寮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教大家 布陣要怎麼布 最好的陣容通常都是這樣啊 因為現在 呂布跟 甘寧還蠻多的 那通常呢 神諸葛跟諸葛都是擺在最前面 那這邊要挑一下 讓魔關在中間 先死 然後再來才是 最後的 主力輸出 神諸葛會擺在最前面的原因呢 主要就是因為要 閃掉 鼠關的沉默 現在大家很多都人手一隻關羽 那如果對方的關羽呢 心速比你高 或者說他速度比你快 他先出手之後打了後排 然後沉默到兩個人 你也可以靠神諸 之後 放第一招 把狀態給解掉 再來呢就是神諸葛死掉之後呢 也會回復大量的血量 如果這邊是白鼠豬的話 鼠豬就會來補位這裡 他在這邊呢就很煩喔 一直閃避 變成說如果 對方有呂布或者是甘霖的時候 那陸迅可能已經死掉了 他就只能一直打在鼠豬身上 而且只能打一個人 那如果你的陣容裡面 沒有神諸葛的話 那你的先發陣容就是這樣囉 那又或者說 你有兩個 你有神諸葛 加神趙雲的話 那就照阿炮一樣 跟阿炮一樣 這樣擺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哈哈哈哈 阿炮 吃 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